接下来带您来看看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 普里镇大平鼎社区活动中心旁的老榕树 栽种至今已经有83年 当初是村民新建土地公庙时所种植 如今榕树枝叶茂密 树幅范围宽达250平 像是一只巨大的伞 而且还要动用29根的木桩来支撑 令人嘖嘖称奇 实在叫人敢配这奇特的大自然奥秘 普里镇合成里大平鼎学成功 土地公庙在民国22年落成时 信徒即在公庙旁种下榕树 因其生长快速 枝叶越来越茂盛 树冠犹如一把展开的巨散 目前可说是普里地区最大的老榕树 我们这个土地公庙 这边有一棵大榕树 那个大榕树大概有80多年了83年左右 然后从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 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会有这么大一个树冠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规模 那这个地方土地公庙 那就是我们大家拜拜的地方 每年我们都在那边办一些很重要的活动 这个大榕树面积很广大 大概有200多坪 所以说因为200多坪的树冠 它需要很多的一些支撑 所以说我们这边有另外居民 就是用了29根的木桩 把它撑起来 让那个树冠能够继续往外的扩展 然后它是目前来讲 南投地区算是树冠面积 覆盖面积最广的一棵榕树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空的时候来那边参观 谢谢 住在附近地方的勤劳刘炳辉表示 小时候就在树上爬完 现在就是在树荫下乘凉泡茶 榕树等于从小陪伴到大 而这棵榕树 算是属于树冠往外生长的类型 这棵榕树是美国六三年又团堂下 发芽好起来 这会拌到这样 现在还记住 不然又差不多一棵 它是三个你知道 它每个棵榕树都会拌筋你知道 拌筋 这棵榕我听人说是分两种 这种是手棵 这种是金棵 钵会拌筋 拌到很多那种 这种会设在手棵 都不拌筋出来 不拌筋出来 一般榕树 因为能够吸收水汽 而变得又粗又壮 在山区却能够看到 这么缩大的榕树相当难得 而树冠覆盖的面积 达250平之宽 也令人称奇 另外携成宫的土地宫庙 供奉的土地宫 没有神像 只有牌位 也成为独特少见的土地宫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